得到文資保存獎卻棄領 這是怎麼回事呢 位在台北市大同區的大龍棟保安宮 創建於清朝乾隆七年 一九九五年自費籌到台幣兩億六千多萬進行整修 耗時七年完工之後 獲得聯合國頒發的亞太文化資產保存獎 十一年之後 二零一四年獲得我們自己的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 可是大龍棟保安宮的董事長最後決定棄領 他建議政府把獎項留給更需要的團隊 現在的保安宮每年還有國外的壁畫團隊來修復 這是一個自己的文化自己修的故事 它很溫暖 它很溫暖 仔細檢查 塗上膠水 修補上色 她是澳洲壁畫修復團隊的Rita 已經有17年古蹟修復經驗的她不是第一次來台灣 這是她第二次為大龍棟保安宮的壁畫為整形 我們最重要的是保安宮的壁畫 是國寶集大師潘麗水在台灣最大幅的作品 創作於民國62年 因為台灣屬於海島型氣候 而壁畫又是在戶外 日曬雨林不易保存 我們為什麼會找澳洲的團隊來 因為它除了會清洗 清洗之前 台先要研究用什麼藥水來清洗才可以洗乾淨 又不能破壞到這個畫面 所以他們事先都要做實驗 所以他們的技師必須要有化學基礎 要有美術基礎 還有那種做事很仔細的 還有敬業精神 她是保安宮董事長廖武智 相當重視古蹟修復的她 早在1995年就籌款2億6千多萬元 耗時11年的時間 完成全台第一個自費修復古蹟的個案 其實實際上的損壞狀況 都完全沒有調查清楚 這個是我們台灣古蹟修復最大的毛病 就在這邊 因為損壞調查是最重要的 它是由承包的建築師或是學者 他叫他們的學生來做調查 其實學生調查他根本就沒有經驗 所以真正損壞他看不出來 所以以這樣的來做設計 將來編業預算 花包出去之後怎麼修 對不對 該修的都沒有做 所以後來我們就斷然的放棄 不靠政府補助 這項自費的古蹟修復案 在2002年完成 隔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頒發的文化保存獎 2014年獲頒 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 但樂無知說這是遲來的景上天花 那我是覺得2003年 我們就得到這個國際的肯定了 那雖然那個時候台灣 並沒有設置這個文子獎的一個 這個辦法 但是在2009年就開始設計 就設立了 那第一個應該就想到我們保安宮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遲來的一個景上天花 我是覺得並沒有什麼意義 我是希望把這個獎 能夠給其他想得獎的 這個古蹟他們去領吧 位在大同區的保安宮 是國家二級古蹟 已經有270年的歷史 這個老建物中有許多小細節 值得稀稀品味 像是屋樑上的雕花 還有穿西裝 撐陽傘的人 西式建築的樓房 融合東西文化非常有趣 佔地約3000坪的保安宮 早期由兩位師傅負責創建 雕花課文以中軸線一分為二 都不一樣 還有相互較勁的意味 你看這兩邊的這個圓光的雕刻 整個造型都不一樣 從邊邊的到內容 這個都不一樣 然後也流來一些題字 這個是他們兩邊比賽 可能是這邊的 認為是做得比較好 但是這邊不服氣 他就流來一些字 好功手不補階 古蹟中藏有許多前人智慧 廖武智說什麼都要好好的保留 鎮店回廊上的壁畫 因為嚴酷多變的天氣 現在幾乎每五年就要進場維修 而壁畫的下半部 因為水氣上升 以及太陽西曬 剝落得最為嚴重 上次修物到現在十年 十年又開始剝落了 它在修後之後 這個還是會繼續剝落 因為我們這個壁畫是在室外 在歐洲那個都是在室內 教堂裡面都在室內 所以保存的是比較好 這天是澳洲修復師在台灣的第三天 修復工程正在進行 Rita為我們介紹修復工具 而有些甚至是十多年前 留下來的 我聽說這是十年前的 是十年前 對 因為我沒有製造過 所以廖武智還保持這樣 走過近兩個世紀的保安宮 在過去醫療科技不發達的年代 曾提供信眾藥籤醫病 二十年來推廣古蹟活化工程 而廖武智保留下傳統文化 更將這裡打造成觀光景點 不過古蹟修復工程是持久戰 未來還需要更多的專業人才 共同努力再現昔日風華